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论车胎的基本知识及使用时的提示 首先要看车胎的尺寸是怎样变形 我们在车胎表面会看到很大的字写着 例如22540R18 这是车胎尺寸的表示符号 225代表寸度 单位是mm 然后40代表aspect ratio 是代表胎壁的高度是胎的宽度的多少个百分比 然后后面的字R是代表这条胎的结构是一个radio pry 指引五线的结构 最后18代表车胎所用的车轮的直径是18寸 这个尺寸告诉我们什么呢 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想更换车胎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凭这个尺寸去决定我们的车胎的宽度 和总直径 车轮的总直径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汽车 无论我们的速度标 或者汽车电脑去做决定的时候 它都是根据这个直径去计算的 如果我们是更换车胎的时候 直径变了大了小了 电脑做出来的决定都会错的 你看到速度标也是会不准的 所以我们换车胎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改变轮的尺寸 换大一点的车胎 或者换阔一点的车胎 在一定的范围里面 这个这样做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记住一件事就是 你换完之后 你的车胎的总直径是不可以变的 车胎的总直径是怎样计算呢 我们将车胎的宽度 乘以aspect ratio 我们就得到一个 胎肚的厚度 由于有两个胎肚的厚度 所以我们就将这个数乘以2 接着再加上车车的直径 就是link的直径 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车车的直径 我们是用英寸来表示的 而车胎的宽度 我们是用mm来表示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真的要说 就有一批步这么长了 因为汽车是在欧洲 美国同时发展 中间经过了很多历史 所以由于双方用的单位不一样 结果去到今天 就出现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习惯 就是宽度是用mm 但是车车的直径是用英寸 这个车胎的数字后面 我们看到有92W 这个92是这条车胎乘重的上限的一个指数 而后面的W 就是一个速度的上限 速度它不同的英文字母 就是代表不同的速度上限的 比如这个W 代表的上限是270公里 接着有一个数大家都很有兴趣知道 就是这个车胎的生产日期 车胎是橡胶做的 橡胶这些这样的有机物质 时间对它的影响很大 我们买车胎当然想买新鲜些 那怎么看呢 原来车胎生产的过程里面 它在帽子上 它有一块命牌 那块命牌 它每个星期都会换一次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车 究竟是哪一个星期做的 你在车胎壁那里 你就会见到这个命牌的位置 很容易认的 因为命牌它要收螺丝内的 所以你会见到两个好像螺丝这样的东西 你会见到前面有几个英文数字 那些是代表那间车厂 哪一个生产基地去生产 后面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最后那两个字是代表生产年份 前面那两个字就是代表第几个星期 譬如好像这条车胎那样 我们见到它尾数是写着一八二零 代表是2020年第十八个星期生产的 一条车胎就不同 好像你买瓜菜那样 一两个星期就会坏了 如果它保存得好的话 一两年是不会有问题的 接着有一组资料 我们是很有兴趣知道的 你会见到车胎壁那里 它会写着几组英文字的 一个就是Tradware Tradware后面你会见到可能是200 300那样 接着就是Traction Traction你会见到可能是A AA或者是B 然后就是Temperature Temperature又可能是A 可能是B 可能是C 是代表什么呢 Tradware就代表它的胎有多短 这个数目字是越大就越短 Traction是代表它在湿路的制动能力有多好的 最好就是AA 跟着到A 跟着到B 这些数目字是美国要求的车胎供应商 一定要在胎身那里 是给消费者看到的资料 但是它的比较是属于车胎厂内部的比较 就不是车胎厂与车胎厂之间的比较 那么消费者可以看着这一堆这样的资料 他就知道这个车胎厂不同的型号 性能的分别 跟着我们讲一下这个R字 我们经常见到车胎尺寸中间的R字 很多人都以为这个R是代表Radius 其实不是的 这个R字是代表车胎结构的形式 是指引五线车胎 是指引五线车胎 它相对于是一种旧的结构 就叫做Cross Pry 分别在哪里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Radio Pry车胎的样本 我们可以见到车胎的底层襯墊 它的積纹 发觉它跟胎边是成九十度的 而且它的胎壁是比较薄的 旧式的Cross Pry 其实它是由很多层不同的積纹 是这样不断地積上去 積上去之后 最后面头才加个胎冰 但是Radio Pry车 我们见到它的胎壁是很薄的 所有加强的部分 都是在胎冰的中间位置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薄的胎壁 就可以令到胎冰很好地紧贴在地面上 于是这种胎是会比较舒适 操控性也是比较好的 80年代巴士货车 都可能还用Cross Pry车 私家车就会用Radio Pry车 但是今时今日 你见到巴士货车 都已经是用Radio Pry车 因为Cross Pry车 这里太厚了 如果开得快 温度很高 很冷的 今时今日的Cross Pry车 有什么人用呢 都还有的 譬如说地盘用重型的建筑车辆 又或者一些很极端的越野车辆 他希望这里特别厚 防止旁边刺穿 这样就会继续用Cross Pry车 但是很少了 路上行走的车胎 大部分都是用Radio Pry车 所以你见到车胎的尺寸 中间当然有个R字 最后就跟大家讲讲 一些关于车胎有趣的事 比如大家有没有想过 车胎会是黑色的呢 我们见到那些老爷车 那些胎 有一条白边 非常elegant 其实橡胶 在橡胶树里面 过出来 就真的是白色的 早期的车胎 都是白色的 后来我们发觉 有个问题 因为橡胶 毕竟是一些有机化物 是一些Polymer Polymer最怕什么呢 最怕光 最怕热 最怕热 等等 而阳光里面的紫外线 对它的影响特别大 老化得很快 所以后来 那些人在胶里面 混合了一些碳 那些碳 就可以阻碍紫外线 减少车胎老化 最早期的时候 就将这些混合了 carbon的胶 用来放在胎杆那里使用 所以你见到 胎杆那里是黑色的 但是胎边是白色 就是这个原因 后来大家觉得 不如整条都做黑色 所以现在看到车胎 都是黑色的 所以理论上 你要做一条 红色绿色的车胎 技术上来说 是一点难度都没有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关于车胎的速度指标 如果你是80年代开始开车 你可能觉得 S级 H级 V级的车胎都开过 V级之后 就是Z级 因为V已经是240公里 超过240公里 当时就定义为Z级 大家都以为Z级已经是最劲 但是科技的发展 车越来越快 车胎也相应提高升流 Z级已经用了 怎么办 所以车胎就用W和Y 所以你会看到车胎的指标 很有趣的 你看到里面有Z 之后又会告诉你 是W还是Y 这个时候Z就代表 是一个范围 告诉你它超过240公里 但是真正这条车胎的速度指标 我们应该参考后面的W或者Y 这一集我们就介绍了车胎的基本常识 下一集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使用车胎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和一些提示